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,火箭炮是一种快速发射的火力压制武器,其打击的目标主要包括敌方阵地、指挥中心、装甲机群等面目标。 而近些年随着制导技术的进步,我国火箭炮已经可以精确打击点目标了,在央视军事节目的画面中曾经多次展示这种能力。 不过,如果告诉你,不仅仅是地面目标,我国火箭炮还可以上打航母,下打驱逐舰,你相信吗? 中国军火火箭炮开火瞬间实际上,2016年,我国就在驻海航展上展出了一款具有半戒能力的火箭炮系统WS-64。 根据宣传视频的简要介绍可知,该型导弹不但继承了以往型号战斗部品种丰富,可有效打击不同性质目标的特点。 还首次采用冠性卫星定位加宽带被动雷达群体复刻制导,基于WS-35和WS-3带冠性卫星定位复刻制导体制,已经是导弹可以精确打击敌方的指挥中心。 仓库,导弹阵地,炮兵阵地可以占几场等点撞或面撞目标,而安装有主被动雷达的升级板更使得WS-64这种制导火箭,首次获得了打击移动舰艇目标的能力,成为世界上首款岸,对间精确制导火箭武器系统。 WS-64火箭炮具备反舰能力不仅如此,这种300毫米直径的火箭弹,还采用了8连装定向器,也就是说一辆车就有8枚,一个火箭炮营又12辆车,也就是96枚火箭弹,可以轻易对120千米到280千米内的海上目标进行超导和打击。 其目标包括航母和大型驱逐舰,火箭炮机群射击,会让周斯顿系统当机,无法拦截大家都知道,敌人和敌人,命运是不一样的,有的敌方是矮弹道导弹的命,而有的敌人则是矮火箭炮的命了。 针对美国航母和驱逐舰,我们专门发展出了东风21B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系统,能够对第一和第二岛链的敌对海上目标进行垂直打击。 不过,这种系统虽然技术十分先进,但是造假并不便宜,如果有敌方去逐舰自己送上门来,靠近到280千米的范围之内,那可省均费了。 WS-64火箭炮的钢铁单鱼会将它重新做人,这就是矮弹道导弹的命。 非要凑上来尝尝火箭弹的味道,爱弹道导弹的命,为啥非要凑上来尝尝火箭弹的味道呢? 实际上,不仅仅是WS-64,我国还发展了许多其他型号的火箭炮,也具备类似的反舰能力,比如垂直发射的SY400火箭炮,以及可以用火箭炮发射的B611M-2反辐射滴滴导弹武器系统等等。 总而言之,火箭炮凭借廉价,快速发射和超饱和攻击,成为敌舰布克兰杰的恐怖对手,将所谓的宙斯盾系统变成了废铁,而在未来,还有一种待在高潮音速弹头的火箭炮系统,将布克兰杰区,进一步延伸到敌人的家门口。